陳妍林女士 陳妍林女士 陳妍林女士肯定是被他們給殺害的 肯定是被他們殺害的 而且殺害以後 他們經過了處理 經過了處理 將他扔到了大海裡 本來將陳妍林女士 不是扔到海裡 也是從樓上拋下去 從樓頂拋下去 最後因為中間 在消失滅跡的時候 消失的時候 從樓下要製造所謂的 跳樓死的時候 發生了問題 最後是扔到了海裡 那麼後來 這個陳妍林女士 她的母親出來的認證 所謂的在電視上 說自己的女兒是神經病 神經有問題 包括女兒是自殺等等 全部都是中共的安排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nuestros移民資源 新聞資訊自由 和認商自由這麼博士 人生自由